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成功不是偶然 王一博为一秒镜头倒掉十几次 他一直在验证他的话 提起王一博 不了解他的人似乎都在惊叹于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内娱靠一部电视剧走红的艺人不在少数 但淹没于人海者众多 怎么王一博不仅没有失去流量 反而粉丝更加多 内娱人人都来演戏 怎么就王一博有那么多资源 甚至电影资源一个接一个 王一博究竟在靠什么 他的成功似乎只是个偶然 偶然间引了陈情令 就此被所有人看到而已 可若真是如此简单 那么那些同样因爆聚而火的男艺人们 现在又在何处 继续做着古偶剧男主在小城等网剧里打转 还是已经沦落到要给新人做配了 承认吧 王一博就是有着足够的努力与实力 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 用轻描淡写的说 浓墨重彩的做来形容演员王一博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不但贴切现实 而且概括了王一博的演戏生涯 电影热烈拍摄期间 王一博为了最精彩的一秒 倒掉威亚旋转50多圈 一遍遍克服倒掉的不是 现场转下来脸色都不对劲 工作人员让他歇一会 王一博说 没事没事来吧 再来一个从后面开始 再来一个 再来一遍成了王一博拍戏的习惯用语 还记得热烈露眼时 有观众问王一博最后的镜头怎么做的 他只轻飘飘说了一句调威亚 但谁能想到现场他为了这一秒镜头 在空中倒立旋转十几次一次50多圈 因为腿部受伤 打封闭也要坚持拍完 一年前拍的戏 如果不是官博放出拍摄花絮 可能大家根本就不会知道 王一博这些默默的付出 王一博把敏于行乐于言做到了极致 说出一直努力就会成功的是王一博 实践一直努力就会成功的也是王一博 王一博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每一个作品 正如他所说 可以为角色做任何可以做的事 王一博是一个敬业的好演员 如果不是电影热烈剧组自己放出花絮 让大家看到王一博为了电影热 快要大结局是陈硕做成惊叹号的一秒镜头 而用威亚吊挂了十几次 转了50多圈 以至于人都吐了 眼睛冲血 嘴唇发白 躺在地上都冻不了 吐了之后还要接着拍重头文戏 因为最后决赛是大场面 镜头里人很多 一个人没做好 就会影响整场 王一博为了迁就别人的失误 不厌其烦 一次又一次的拍摄 从前网上就有群演的Ripel 有说当时拍这场威亚戏的时候 王一博的左腿膝盖上有伤 腿伸不直他就硬伸 拍到后面躺在地上快20分钟 踩起来继续拍 全程拍了十几次 倒掉一个多小时 最后实在动不了 是工作人员掺下去的 为了更好的表现 他总是在说再来一个 也不管自己身上有伤 身体成不成瘦得住 甚至不惜打封闭也要自己上 要求做到自己心里的满分 不留遗憾 他说我能吃苦就真的做到 实在单得起敬业二字 可事实上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出自王一博自己的口中 而是群演之口 电影的花絮爆出 如果没有这些 我们不会知道王一博在无名日夜颠倒了两个月 摔楼是真人往下砸的 根本没有防护 不会知道长空之王 李王一博发烧摔车没有安全措施 测试旋转被那个带子了的全是鞋点子 跳伞后在十字路上被拖航上百米 更不会知道王一博在热恋里打封闭跳舞 一个演员比运动员都要拼 掉威亚一次转五十多回 头都冲血了 眼都直了还往上掉 这些仅仅是片方放出来给我们看到的 但拍戏三个多月 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其实想想王一博也是血肉之躯 也不是机器人 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毅力坚持下来的 王一博是真的敬业 正如他所说 可以为角色做任何可以做的事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吃不了王一博吃过的苦 怎敢妄想能够成为他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